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西伯利亚撒哈共和国的奥米阿康埔地 曾经录得最低温度-71.2度 可以说是全球最寒冷的人类居住地 这里,人用了一班堪称世上最硬正的儿童 因为生于极地 有些东西,不到他们选 -51度都要乖乖地上学 就等记者带大家参观一下他们的校园生活 虽然上学那条路就辛苦了少少 極凍的环境之下,不能出去室外操场玩 但小朋友在走廊玩,一样都这么开心 校园望络和其他地方的学校大同小异 但慢着 我还是收回刚才的说话 看来这家学校一点都不简单 难道是一间军事学校? 又不是啊 欧米亚库盆地的居民不多 这间中小学就是村内唯一的学校 那为什么一间普通的中小学 有学生在学用枪呢? 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成立 国家制定了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计划 志在提升年轻人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和承担 做好保家为国的准备 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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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像阿米亚库这些人口稀小的地区 容纳不到一间完整的军校 所以就在传统学校加了这些二类课程 针对军事国防专业的分别 例如五年级开始 就要学习枪的原理了 我不用当军了 但我不知道学习做什么 不过上完这个课后 我就测试一下 究竟我要用多少时间去 拆完再装这枪枪 准备 准备 开始 再回去 跌了些什么 今次不跌了 战斗民族 真的不是朗得虚名 但其实他们上的课 都不是全部这么重口味 大家看看 那些同学多乖 Missy多漂亮 是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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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俄罗文 是俄罗文 我写了这些书 我写了在亲密 是亲密 是编译 是编译 面积大概有5个法国 但人口只有100万 是全来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撒哈任命阿富特 有自己的国徽 国旗和国歌 有自己的政府 立法机关 甚至乎是外交部 享有高度的自治 但却没有权 实行独立的对内政策 看到阿富特人 跟黄种人似的样子 未必会觉得自己身在俄罗斯 部份的资料证明 阿富特人的祖先来自南方 亦有可能是匈奴的后代 因为18世纪 才正式被俄国占领 所以大部份的人 仍然是以西伯利亚语之下的 一种特缺语 阿富特语作为母语 国家那么着力地推动母语 都可以说是学生的奉起 的而且确 这里的小朋友 日常讲话 都是用俄文为主 的而且确 这里的小朋友 日常讲话 都是用俄文为主 我都说了 生于极地 有很多东西都不到他们选 连老师 都是被分配过来的 我认为了 在2014年 我认为 我认为 在2014年 我认为 我认为 中文字 我认为 我已经有六年 工作 我认为 我认为 没有任何人 但是 但是 我们有家 有家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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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放在 雪 生于极地 生活上的种种 都在大自然的 迫白之下 自由度不高 但这里的人 仍然乐观生活 在港人的角度 或者会觉得他们有些猪 但这个可能 就是极地训练出来的特质 不高 很多人 不高 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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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人 不高 也不高 不高 又不高 又不高 好,爹 八 час,測試 43.5 一刻在43.5 哇,就上來 我以為會不會是一個很先進的天文台 這樣的地方 誰知去到原來只是他家後花園的一個 溫度計 Columbiag